嗯?阳光好刺眼啊 这个光线我想应该是已经到了八九点吧 嗯,还早,还早得很呢 反正今天又不需要上班 好好好,可以多睡一会儿 真不错啊,真不错 嘿嘿嘿嘿嘿 嘿,起来了,赶紧起来了 你不是说我们今天要去游玩的吗 你难不成已经忘记了吗 赶紧的,马上就要中午了 嗯? 嗯?哎呀,烦死了 唉,你们去找下面的那个叔叔去玩吧 我今天没有时间,你们知道吧 什么没有时间? 你今天都睡了这么久了 会没有时间? 对对对 那啥?我只不过是迟到了一会儿而已 没看到我现在起来了吗 真是的,好了,你们赶紧去找那个家伙玩吧 我今天是真的有事情要做好吧 嘿嘿,亲爱的 那么今天的早餐是什么呢? 等等,早上吃这么油腻的东西吗? 谁和你说那是早上的 这都已经快中午了 所以现在这里放的是中午的食物了 好了,现在该干嘛干嘛去 才还有一些没做好呢 嗯,好吧 所以这段时间应该干些什么呢? 回去陪他们出去玩? 嗯? 不行不行 嘿,慢着 这是什么东西啊? 金币? 而且看起来好像还很珍贵啊 哦 所以我的院子里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呢? 看这个金币的色泽就知道 一定十分的珍贵 不行 我想实属应该十分的心痛 不过 我得去找个懂行的人鉴定一下才行 那样至少知道是哪个家伙弄丢的 嗯? 一般柜台的柜员都十分的懂这些东西 哦 啊 这个就叫专业 嘿 你好啊,这个先生 我想看一下这个 请问你知道这个东西值钱吗? 嗯? 这个东西 我感觉好像在哪里见过的样子啊 让我好好想一想 等一等 我记得好像在某个车车店看到过 嗯? 你或许可以去那边问一问 哦 是吗 看来有线索了呀 nice 好好好 也就是说 现在只需要找到修车店 就能够知道这个东西的价值了 哦 嗯? 或许说的是这个店子 嘿 老爸 你好啊 请问你这里有没有这种类型的金币 嗯? 嗯? 这个东西 呃 看着好像很眼熟啊 哦 我想起来了 昨天有一个客人好像带着这个东西 说是城东边新开的一家店 好像是那家店里的东西 哦 听说是他们店里的收藏品 由于转移的时候 弄丢了一些 现在正在全城寻找呢 哦 哦 是吗 那么谢了 从东边 一直向这边走就到了吧 嗯? 果然有一个没见过的新建筑 哦 嘿 你好 我有五个这个金币 请问 嗯 呃 让我看看 好像是我们这里的 等等 这好像是我们的馅料板 嘿 这位先生 实在是太感谢了 没想到居然帮我们找到了这个珍贵的东西 呃 当然了 虽然这个东西看上去很值钱的样子 不过诸人维勒是一种美德 我是一个非常高尚的人 钱什么的 对我来说只不过是一个数字罢了 哦 您简直是太正直了 不行 我不能亏待您这么高尚的人 好了先生 您现在可以出去了 放心 一定不会让你这么空手回去的 啊 嗯 什么意思 不会让我空手回去 难不成还有什么要送给我的吗 嗯 这是什么东西啊 我丢 排场这么大的吗 嘿 先生 请说出您的处置 呃 什么 嗯 这是我们老板送给你的 请务必收下 什么 这 What What the fuck 卧槽 这简直和做梦一样啊 这满满的一车 我的老天爷啊 哇 嗯 这是什么情况啊 等等 这三车 全部都是钻石 嘿 朋友 这是什么情况 你刚才是去抢银行吗 赶紧的 我们赶紧去自首吧 要不然被抓住了那下场可是很惨烈的 蛤 瞎说什么东西呢 这个可是我高尚的人格魅力为我赢来的 好好好 可能这就是天上掉线饼的感觉吧 实在是太美妙了 呜呜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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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